3月14号,湖北大学康复驿站170名康复隔离人员结束了14天隔离观察,由各个社区派车依次有序送回至各自家中。 湖北大学康复驿站第一批归下的康复隔离人员。 据介绍,湖北大学康复驿站是由湖北大学学生公寓改造而成,是目前武汉最大的康复驿站,可入住1300人,目前已入住1076人。 由88人组成的医护团队对康复隔离人员进行康复治疗,并按时寻诊,提供心理疏导,同时在后勤保障上也下足了功夫,为他们提供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服务。 来了以后,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非常地悉心地爆料,我们非常感谢他们。 他们给我非常非常细微,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光心和照顾。 我昨天接到通缉的时候,我恨不得想把那个医护园抱一下,因为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么多的朋友关心我。 当天,湖北大学康复观察中心工作团队为离站工作做了充分准备,工作人员提前与康复人员所属街道和亲属约定时间,由所属街道派遣车辆接康复隔离人员回家。 为确保离站安全有序,全部康复人员按照人少先撤的原则依次离站。 离站人员较多的街道统一送至中转站,待人员集中完毕,工作人员与街道人员核对名单无误后才能签字移交。 每个初战祝福卡,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春天的约会,英宽浪漫指代我们。 在背后又有一个温馨的告知书,就是今后回家之后居家隔离,有哪些注意事项。 除此之外,我们还准备了为女士准备了一套女士的内衣,男士是准备的男士的内衣。 也希望他们能够愉快地回家,早早地康复。 谢谢大家。